男子从地上爬起 对着旁边人群言语挑衅 对方气得冲过去 往他身上踹了一脚 一边动手动脚 还狂骂三字经 旁边有人连忙上前 跟着一起殴打男子 尽管有人在一旁劝架 冲突场面一发不可收拾 还有人拿安全帽 往男子身上砸 被打男子不肯罢休 还是不断回嘴 对方火气越大 幸好郑义哥不停在一旁劝架 挡在中间 被阻止后对方只好离去 争吵声大道附近居民都听见 打了大概四五分钟 旁边都有住户出来说 叫他不要打了 火爆场面发生在六号凌晨 三重中心桥下一家卡拉OK店 当时十几个好友在里面同欢 不过其中一名男子疑似是因为喝梦了 和其他人起了口角冲突 双方直接在店门口打了起来 直到远景到场 一伙人赶紧骑车离开现场 远景抵达现场后 只剩成性男子一人 他坚持不提告 对事发经过也不愿多说 远景怀疑冲突起因可能另有隐情 好友相约欢唱 居然也能倡导打起来 更吵得附近居民想问 怎么三天两头就有人闹事 扰乱当地安宁 记者杨子健 许玉杰新北市报道